现场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神的家中 现场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聚集 这个月呢 11月份呢我们教会将会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圣经是我的准则 也是我们教会 其中一个三二亿理念里面的 其中一个三个基础里面的其中一个基础 就是圣经是我们的准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 让你的话语杂根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好让我们能够活出 结出你的果子来 谢谢你耶稣 求你继续让你的圣经成为我们圣命中的准则 感谢你耶稣 奉你所名字祷告 Amen 当在准备这个圣经是我的准则的时候呢 这一个的题目就浮现在我的脑中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 真的吗 肯定吗 当我们再讲圣经是我们的准则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这样说到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到什么呢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什么意思叫神所默示的呢 神所默示就讲说是神所默许的 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 这个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能呢 他讲到要做这几件事 教训都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意 要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帮助我们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当我们讲圣经是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给我们什么呢 给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 我们的生命的准则 好让我们能够行上帝要我们行 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当我们讲圣经是我们的准则的时候呢 到底神为什么要让圣经成为我们准则呢 是因为神的话帮助我们活在神的体系里面 当我们活在神的话里面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属神的体系里面 当我们活在人的话当中 活在鬼的话当中 我们就继续活在属世的体系里面 所以神才给我们圣经 引导我们从属世的体系 进入到属神的体系 为什么属神的体系那么重要 为什么要进入属神的体系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四十记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这一段经文就讲到 耶稣亚时代过后的事件 在第十节这样说到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那世代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耶稣亚那个时代的人 当耶稣亚时代死了过后呢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利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视为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耶稣亚那个时代 他们经历了许多 许多的神迹 他们怎样 越贵进到越旦河的时候 越旦河就分开了 他们怎样攻打一个很坚固的城 耶利哥城 他们攻打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绕城 绕了呼喊 城就倒了 在耶稣亚那个时代 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 又奇妙又伟大的神迹 他们听到神的话 他们就遵守神的话 神就在他们的当中 可是当耶和华叫 约书亚进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 他叫约书亚做什么事呢 你要将迦南地的人都除灭 好让属世的体系不在迦南地当中 可是约书亚没有完全消灭 还留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圣经讲什么呢 他讲说下一代 就是后来的别一代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没有让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属世的体系将会取代属神的体系 当属世的体系取代属神的体系 什么事情发生 另一代的人就不认识神 他们就做不讨神喜悦的事 就做神不要他们做的事 可能想这个是教会的事 教会应该要有属神的体系 可是弟兄姐妹 你想想在我们的家中也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这一代是很火热爱上帝 我们知道神的话 我们活在神的话当中 可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属神的体系 不单留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不传承的话 我们只自己活 我们的下一代就会遗忘了我们的上帝 他会离弃上帝进入到属世的体系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样落实 让圣经成为我们的准则 他不是用嘴巴讲的 当我们讲说在家中落实属神的体系 那个落实不是用神的话来限制你 让神的话来成为那个律法 叫你不可以做这个 好像我是父母 不是用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孩子 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话 当我们在讲建立属神的体系的时候 是我们是否有将神的话活出来 但我在想 在很多的时候 魔鬼撒旦会尝试来欺骗 搅扰我们 让我们对神的话不认识 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讲圣经是我们的准则 但是魔鬼撒旦常常欺骗我们 让我们错误的理解 错误的感觉神的话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到底骄傲容易还是谦卑容易 很多时候当我在分享这个时候 或者在家族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他们会讲说 哎呀 骄傲真的很容易啊 不知觉就骄傲了 不知觉就 就活在骄傲里面 可是如果我们讲圣经是我们的准则 我们就来看 到底圣经怎样教导我们 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的后半段 这里讲什么 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弟兄姐妹 神的话讲什么呢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里有两个环境 一个是骄傲 另外一个是谦卑 圣经讲说 当你骄傲的时候 他怎样做 神就阻挡你 当你谦卑的时候 神就赐恩给你 弟兄姐妹你想想 如果神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这个全能的神 阻挡你 你会容易吗 你的生活还会容易吗 我看到很多人摇头 不容易 对 神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你骄傲的时候 神阻挡你 当神阻挡我的时候 我不容易 当我们谦卑的时候 要讲什么呢 神赐恩给我 当神赐恩给我的话 我的生活会容易吗 什么叫赐恩呢 赐恩就讲说 当你没有的 神就加给你 你没有智慧 神就加你智慧 你没有能力 神加添你的能力 你没有方法 神加添你的方式 你没有 钱 神赐恩 加添钱给你 当神赐恩给你 会比神阻挡你容易吗 所以神的话 很清楚给我们知道什么呢 谦卑 容易 骄傲 难 因为谦卑 神赐恩给你 可能你就会在想 可是我感觉好像不对 我的生活 活着活着 好像又骄傲了 好像骄傲还是容易 虽然圣经是我的准则 圣经已经跟我讲 谦卑容易 可是我感觉好像还是 骄傲容易一点点 我在想的时候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骄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 感觉上骄傲容易呢 你想想 其实不是骄傲真的容易 是因为我们不习惯 举个例子 我是用右手写字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叫我 用右手写字 我会觉得很容易 很习惯 因为我常常都用右手 如果今天呢 你叫我用左手 用左手写 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事 我要写得很慢 然后又写得很丑 然后写的时候又很痛苦 如果你去问一个 常常用左手写字的人 到底用左手写字难吗 他会回答什么 他会回答很容易 可是你问我 左手写字难吗 我会觉得很难 为什么我会觉得难 他会觉得容易呢 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不习惯 因为我常常用右手写字 所以右手写字就容易 我常常用左手写字 左手写字就容易 所以为什么我会常常 不至于觉得骄傲容易呢 因为我们常常 习惯活在骄傲中 所以我们就觉得骄傲容易 可是弟兄姐妹 神的话说到什么呢 神阻挡骄傲的人 为什么神要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听鬼的话 在听自己的话 所以当你听自己的话 听鬼的话 神肯定阻挡 因为你不行在 祂的旨意里面 当我们谦卑 什么叫谦卑 就是谦卑 当我们愿意听 跟顺服神的话 这个是谦卑 我们放下我们的主权 当我们谦卑 顺服的时候 神的话很清楚讲到 当我们活在 祂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我所需要的一切 就必加添给我们 所以谦卑容易 叫傲难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活出超炼谦卑 可是魔鬼就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认知跟欺骗 就跟你讲说 骄傲很难 所以我们就讲 骄傲真的很难 所以我们就不活在谦卑当中 而活在骄傲里面 我们觉得谦卑很难 骄傲很容易 所以我们就一直活在骄傲里面 可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就是 谦卑容易 因为圣经是我的准则 神讲容易 就是容易 第二个很常 魔鬼会给我们的一个欺骗是什么呢 到底舍己容易 还是有己容易 当我们每次讲到舍己 这一个经文的时候 是马来福音第十六章 第二十四节 这一段话他讲什么呢 他讲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 每次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就 又要舍己 还要背 不但要舍 还要背神的十字架 很痛苦 读到这段经文 就想要流泪 我要舍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是神 耶稣亲自在马来福音 第十一章 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 对我们门徒 讲了这一段话 他讲说什么呢 他讲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 就必得享 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 亲生的 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清楚 圣经是我的准则 他讲什么 耶稣讲 你要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耶稣做什么 耶稣为我们舍己 钉在十字架上 背起他的十字架 然后耶稣讲这一句话 后面讲什么呢 他接下来就讲 这样 你的心里就得享 安息 所以当我们 父耶稣的恶 背起十字架 不是心里痛苦挣扎 泪流满面 而是心里 得享 安息 为什么得享 安息 不单是安息 他讲说 这个恶 是容易的 这个单子 是亲生的 我在想 哇 跟我的感觉 好像完全不同 弟兄姐妹 圣经是我的准则 还是感觉是我的准则 到底你的感觉 成为你的引导 还是圣经的话 成为你的引导呢 很多时候 我会不自觉 被魔鬼骗 让感觉成为我们的引导 当感觉成为我们的引导的话 我们就不自觉地 会觉得好难 听起来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可是做起来好难 我不想去活 我就听听就好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要真正落实 让圣经成为 我们生命的准则 我就去默想 到底为什么 我的感觉 会这样子来影响 我觉得好难 好痛苦 如果你看接下来 那个经文 讲到十几 接下来这个经文 二十五节的话 耶稣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舍己 他讲到什么呢 他讲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要上吊生命 凡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这里有太多生命 很多时候可能会很乱 我这里尝试 有四个生命 前面两个生命 我用蓝色来标签 后面两个生命 用绿色来标签 把这两个生命来分割 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生命 他讲什么呢 要救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 是一个今生暂时短暂的生命 如果你要救你这个今生短暂的生命 你就必什么呢 你就必上吊什么 你就必上吊永恒 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心的 丰盛完全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上吊这个今生短暂的生命 你就会做什么呢 你就必得着永生完全丰盛 神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给我们的生命的 一个唯一方法是什么 第二句话讲得很清楚 你要怎样得着这个生命呢 你唯一的出路是什么 你就要为耶稣上吊今生短暂的生命 要怎样上吊今生短暂的生命 就是耶稣在第二十字节 讲的一个很简单的话 你要舍己 如果你不舍去今生短暂的生命 你没有办法进入得到 神要赐给我们永恒新的丰盛完全的生命 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代价很大 是因为我看这个今生短暂的生命的价值 高过这个永恒丰盛完全的生命 所以我还觉得是一个痛苦的事 是一个挣扎的事 是一个要泪流满面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撒旦对我们的一个欺骗 他要让我们看重现今时代 要让我们看重现今这个世界 所要得到的事 就好像耶稣在第二十六节继续 更好的解释 他解释什么呢 他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 耶稣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说什么呢 即使你有世界上所有的事 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 你能够得到整个世界 即使你得到整个世界 耶稣讲说你这个短暂的生命一死 你还有什么益处 你还可以拿什么来换 耶稣这个永恒 全心丰盛完全的生命 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暂时的东西 来换取耶稣永恒的生命 我们唯一的换取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舍 舍什么呢 你要舍去暂时今生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讲舍己舍己的时候 它不难 因为它要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什么呢 心中的安息 为什么可以享受心中的安息呢 因为我们必得着 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的完全的生命 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平安 喜乐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舍弃 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权利 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这是第一个 魔鬼对我们的欺骗 就是让我们错误的认知 第二个 魔鬼常常给我们什么欺骗呢 让我们对神的话不肯定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到第五节 这个是魔鬼对夏娃说的话 他这样说到 蛇对女人说第四节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的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对夏娃的欺骗什么呢 他跟夏娃讲说 你吃了什么呢 不一定死 魔鬼没有跟夏娃讲说 你吃了一定不会死 他只讲说不一定 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这个 如果你不吃 你怎样知道你会死 对不对 你应该要去吃一下吗 对不对 吃了才知道会不会死吗 所以夏娃就 好像对哦 我就去试一试 试了就怎样 试了就死了 为什么会死 因为神讲说 吃了必定死 可是魔鬼骗我们说 你吃了不一定 所以你要试一试 所以魔鬼 另外一个给我们 我们对神的话不肯定 我们就去试一试 可是当我们一试 我们就死了 就好像夏娃这样 很多时候他讲说 有一个老婆 一个女人不够 你要去试一试 可能别的女人更好 当你一起试 你就进入到魔鬼 罪恶的试探当中 你就生命被魔鬼所捆绑 赌博也是一样 你不赌 不赌一赌 不试一试 你还懂 有没有中 有买 有中 有买 有机会 没有买 没机会 所以一个要买 买一买就有机会 魔鬼很多时候 常常用试一试 不肯定 来让我们进入到 他的圈套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要开始反思 到底我要怎样 对上帝的话 能够肯定 如果我们要对上帝的话 肯定 我们需要开始来看 马列福音第七章 第24节到第27节 我们蛮常听到一段经文 他讲到什么呢 他讲到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好比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大 在这个比喻中 他都讲到两个环境 一个是听见就去行 另外一个是听见不去行 他前面都有这个听见 所以听见都是共同点 听见不是分别的地方 它分别的地方是在后面 一个是就去行 另外一个是不去行 当我们听见就去行 我们的房子就盖在磐石上 当我们听见不去行 我们的房子就盖在沙土上 我们可以听很多话 神的话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听到 我们可以早上听教会的 美智灵光 晨光时刻 听灵修 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圣经 查经班 查下个星期的那个 以福所书 我们可以读 认识很多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 只是让你的物质 越来越大 可是他不能够保证 你的物质的根基 是稳固的 你物质建在哪里的取决点 就在这一个 去行还是不去行 你可以听很多 知道很多 你可以防止从 单层排屋 去到双层排楼 去到半独立 去到独立式扬藏 去到别墅那么大 可是那个别墅 如果还是在沙土上 有一天 魔鬼的试探 魔鬼的欺骗 环境的考验 你的房子会倒的 因为风吹 雨淋 水冲 你的房子 会不会倒 就取决于 你的房子 在磐石上 还是在沙土上 所以当我们听见 不去行 我们就不能够 对神的话肯定 如果你看 另外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8章 第31节到32节 这样讲到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 说什么呢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自由 有这个三个很简单的话 就是知道 做到 得到 耶稣说你晓得我的真理 可是你要常常什么呢 常常去遵守 当你遵守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你就可以得到真理 给你的自由 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信耶稣有平安 会有平安在我们的心 可是有些时候 我们还常常会担心 忧虑惧怕 为什么会担心 忧虑惧怕 因为我们还只停留在 知道的这个阶段当中 当我们开始做到的时候 神就什么呢 神就 真理就必教你们 得自由 真理的自由 是在我们继续不断地 遵行的过程当中 得到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 不单是 我们要靠这意志力去做 靠意志力去 明白领悟神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个 要讲对神的话 肯定了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第31节跟32节 这样说到 他说什么呢 他叫我们能承担 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这字句 乃是凭这经义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叫人活 这里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字句 一个叫经义 字句就是神的话 如果字句的话 我们只靠字句 它会变成是一个律法 就好像法律塞人家 他会把这个东西 当成是我们该去遵行的 保罗提到什么呢 我们要不单是要字句 我们要让这个字句 变成经义 如果你看英文的解释 它讲说是spirit 所以要怎样 让字句变成经义呢 我们就需要让圣灵 来启示我们领悟神的话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单只是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让圣灵 启示光照我们 让圣灵 让我们明白 神的话 不单让我们启示光照 让我们明白神的话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圣灵是保慧师 就好像上个月 我们就讲了 圣灵是我们的引导 圣灵来保慧师 不只是来在我们的心中 祝爽的 祂要帮助我们 不单是启示我们领悟神的话 圣灵要做什么呢 圣灵要加添我们力量恩典 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 所以当我在讲说 圣经是我们的准则的时候 我们有这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理论的观念 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 我们要从知道神的话进入到什么呢 我们要进入到启示的观念 就让圣灵启示我们 让我们能够领悟神的话 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知道跟领悟呢 我们这个房子还是在沙土上的 还是不稳定的 我们对神的话还是不肯定的 我们需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什么阶段呢 我们需要开始去实践 我们要开始去操练 当圣灵对我说话 对我启示的时候 我要开始去操练 去做 就是去醒 这个就是开始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 为什么我讲这个这么重要呢 当我们在讲说 上帝是我的供应者 这是对我学习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有继续不断信靠上帝的时候 这一个上帝是我的供应者 只是在我脑里面 要这样把这个脑里面的知识 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就需要开始不断地操练 操练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 依靠上帝是我的供应者 当上帝供应我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想 原来上帝真的会供应 上帝供应我第二次 我就越来越肯定 上帝就是我的供应者 当我们讲上帝是我的医治者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不去 有病 我们都不祷告 求上帝医治 上帝将彰显 祂医治 当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讲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你所需要的一切 都必加在于给你 如果我们不去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我们将可以经历到 神加天我们所需要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落实操练当中 我们才能够越来越肯定 上帝的话 因为当我们落实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到 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当我们经历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肯定 当我们一直不断 不断做的时候 这个实践的观念 就会进入到什么呢 进入到生命的观念 神的话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道就在我们 这个肉身里面 我就变得自然了 这个就变成是我的习惯 如果我不断操练 谦卑容易 不断地去落实 每天的生活当中 各个不同的环境 可能是我孩子 可能是我的同事 可能是我的另外一半 他让我生气 让我觉得我要选择 骄傲骂他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落实 谦卑 上帝 可能你真的会很生气 很想骄傲骂回他 你要祷告上帝 求你帮助我 我不能 圣灵求你给我恩典 让我选择操练 落实 谦卑 来应对我周围 环境的每一个人事物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讲说 圣经是我的准则的时候 它不是只是一个 挂在牌子上的一个话罢了 不单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 它是要进入到 我们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 要讲进入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唯一的方式 我们要进入到 每一天的操练 为什么很常不愿意操练呢 因为操练需要付上代价 可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是容易的 因为当我们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 我们就要得着什么呢 得着耶稣给我们这个 永恒 新的这个生命 因此在结论 圣经是我们的准则 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律法 强加在人的身上 叫人家应该要怎样做 当圣经是我们的准则 我们要开始化为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的生命 拥有上帝的话 就好像耶稣说的 约翰福音开始讲到的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道就像耶稣这样 真生实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要经历到 耶稣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让这个道呢 活生生地 在我们的里面 唯一的方式就是 我们要听了就去行 如果我们房子还继续建造在 沙土上 可能你的房子可以很美丽 但是有一天 风吹雨淋水冲 你的房子会倒的 如果我们一直 还不去行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 还会有很多的不肯定 当上帝 上帝 的话 在我们里面 不肯定的时候 魔鬼来试探我们 魔鬼来挑战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直有这个 不一定死的话 有一天我们去试一试 我们就可能会经历到 那个死亡的状况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讲圣经 是我们的准则的时候 我们的出路很简单 就是我们需要 听了就去行 你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更容易的 因为圣灵帮助我们 圣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 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圣灵 求你再次调整我们的生命 也说你的圣经 是我们生命中 生活中的准则 也说我们要再次改变 我们的观念 你的生命 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说 你的话语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更容易 也说我们要选择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不论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 事物 也说我们要愿意选择 顺服 落实 活出 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谢谢你 耶稣 求你继续不断刚强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管是线上线下的 当我们愿意 去尊谦卑 顺服你的话的时候 耶稣你说 你必赐恩给我们 耶稣你要再次加添 我们更多恩典力量 当我们愿意谦卑 顺服你的时候 耶稣 你就必与我们同在 耶稣 你的神迹 启示 你话语的真实性 要再次彰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谢谢你 耶稣 也赐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经历 上帝你的信实 上帝你的真实 在这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 耶稣 你就是那一个永不改变的上帝 你是一个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你必供应我们的需要 谢谢你 耶稣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你 耶稣基督的名求